紧白身玄人,光阴莫虚度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,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,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进步非进远,弥格伤何故,紧白身玄人,光阴莫虚度 唐石头西迁,进步非进远,弥格伤何故参禅学道的人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与道相去甚远,一旦明白其中的道理,则触目皆是道 人若是谜语表相,妄自分别,执着,就无法洞察世间的石香 即使真理就明明白白在眼前,也像是阻隔了重重伤壳般的遥远 六祖慧能大师曾说,菩提指向心密,何劳向外求旋 我们内心的财富宝藏是取之不尽,用之不竭的 但世间人总是贪着一时的外在响恶,而不懂得向内寻求永恒不变的真理 比方说,眼睛喜欢向外攀圆,耳朵想听悦耳的音声,鼻子想嗅芬芳的味道,舌头想尝美味的食物,身体喜爱柔软安逝的感受,终日急急盈盈,到头来什么也没有 紧白身玄人,光阴莫虚度禁告各位参究真理的人,要用心参修,切勿虚度了大好时光 时间是一秒一秒给你的,要一秒一秒的用心,时间就是生命,节俭时间就是爱惜生命 在禅门里,时间是经常会被提起的话题 有一位信徒问赵州禅师,十二时钟如何用心 赵州禅师回答,你是被十二小时知识的团团转的人 我是十二小时用得恰恰当当的人 请问,你问的是每一种时间 所以,真正懂得用心的人,是安闲从容的,不会受钟表指针的支配 反观不会运用时间的人,总是被时间,俗舞追得团团转 大家不妨自问,自己是每一种人呢